Banker體驗 好 那另外一個比較有名的實在就是 Stylite三ệu因就是他跟節流打去做比較 那節流打大家可能過去也照顧過一些病人 其實很多病人我們毒癌到比較後腺之後 都會使用節流打來做這個治療 那如果說你這個治療是屬於在三線之內 這在病人之前是使用過這個化妞藥物 讓我們把它1比1去把它分配選擇到 使用這個赫勒韋或使用潔流打 我們去看它整個一些變化的部分 那個發現說就是一個比例來講 一個是平均中位除弄率 一個是14.5個月 比上這個15.9個月 就說我們如果使用潔流打 它平均除弄率14.5 大家翻譯翻說剛剛我們講那個 Ambroids study 它如果使用月後線的藥物 它平均除弄率只剩10.5個月 如果使用第三線的藥物 它可以到14.5 代表說假設我們乳癌病人 月後線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使用藥物它的存活率就越低 那再以潔流打當作是一個平均中位除14.5個月 如果使用赫勒韋的話 它可以停到15.9個月 那統計上講是有明顯上有幫助 但是它披止是沒有達到統計上的差異 這跟那個病患的人數也是有關係 跟追溶時間有關 那目前它差距大概是1.4個月的一個情形 是比較Favor是使用赫勒韋這個藥物 那如果說我們進一步去看整個小組的分析 哪些病人可能比較有幫助 第二是屬於荷爾蒙、塑體、陰性 赫兔也是陰性的病人 那特別是屬於像三陰性乳癌 這個族群其實是看到明顯的幫助 特別是像赫兔沒有過度表現 那赫兔蒙受的陰性這些病人 特別是三陰性乳癌 比較明顯使用赫勒韋會比使用吉爾打來的有幫助 那我們如果把之前這兩個study把它合在一起看 那我們進一步去做分析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Ambulance它就是說 你使用赫勒韋相較於醫師自己選擇 或使用301就是使用赫勒韋比上吉爾打這兩個族群 本身來講都是比較偏向使用二陰性這個藥物的資料 效果比較理想 如果病人把它PRO做比較來講 你會發現說粉紅色這條曲線是使用赫勒韋 它平均的存活率大概是15.2個月 如果說你相較於我們其他的藥物比起來 是12.8個月就有2.4個月的差別 代表說你在使用過小紅莓跟紫三唇之後 如果你今天要選第三種化療藥物比較適合 我想大概赫勒韋是一個很好的化療藥物 那它特別是適用在 這個病人講就是喝兔沒有過度表現 同時它是三陰性乳癌 可以看到這個效果是特別的明顯的 那以目前NCCN概念上已經把喝了尾 把它列為在治療乳癌轉移的病人的話 比較PREFER比較建議的化療藥物 當然我們第一線比較建議當然是像 小紅莓紫三唇這個都是放在比較前面的一些儲方 那維茲D小紅莓有些病人它是轉移性乳癌 可能要打很多次的化療 因為小紅莓有新毒性 那維茲D小紅莓新毒性比較低 事實上它也是放在建議的儲方的 那紫三唇來講有分歐洲紫三唇跟太平洋紫三唇 這個兩個都是屬於建議的儲方 那如果說其他藥物我們之前有跟大家介紹過 像潔流打、烏諾瓶 這個都是屬於可以使用的一個儲方 那健哲有時候也可以用 那健哲比較常用的是跟太平洋紫三唇合併使用 就是Kamai的一個儲方 那我今天講的這個Aribin就是一個赫勒維隊 它是目前來講也是滿PREFER的一個藥物 我們自己在牛腦上使用這樣其實是滿方便的 然後